亿万富翁就不用在乎涨这个五块十块五趴三趴的 全台湾最有钱的亿万富翁都在哪里呢 都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吗 都在台北市的地堡吗 你看到下面的统计恐怕不见得 现在说彰化园林是储蓄存款全台湾的冠军 更是亿万富翁的聚集地 建商跟车商也看中了园林的消费潜力 都在推出千万跑车 房价也是越来越高 在园林豪宅一间可以要三千万起跳 销售员也说比较起来园林人买东西 高级跑车一台台 以为只有消费力高的台北销售最多吗 现在不一样 车商说彰化园林的富豪杂钱买车最不啰嗦 工厂的负责人 第一个就是买车真的很阿沙利 决定车的速度都蛮快的 买车不手软就是据传园林前焉角木 明明只有13万人口 亿万富翁却超过400人 等于每300人就有一人是后亚郎 密度登上全台冠军 各式产业也看好发展前景到彰化卡位 MIT车灯工厂就设在彰化 创造出每年百亿元的营业额 就连轮胎起家的振兴和建大 直接选在彰化园林设厂 成了轮胎聚落 工作机会多也让居民储蓄越来越多 房子越买越大 每平三四十万起跳 透天豪宅总价也要三千多万 全镇最豪华的占地一千八百坪 营造业起家的屋主还砸下两亿 在旁边盖佛寺让地方参败 觉得园林这个 一样就是台中的房价 补涨水涨相对水涨 而且他是往 就是台中市 以台中市的这个为淡房区的话 他往外拖 跟着台中 园林房价越飙越高 出手买车不手软 全台湾有钱人密度最高的乡镇园林 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富豪镇 记得陈蒙辉 零一期 陈以山台北浆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